9. 炸面圈池子的炸面圈号 放暑假了,聚集在岩鼠原野上的执行他们,钻到了猫头鹰森林的树荫里 好热啊,想游泳啊,胖乎乎的执行,不停地擦着汗说 我也会游泳呢,能游五米多远 玉子这么一说,明良撅起了嘴 五米,算什么游泳,像我,能游二十米呢 今天,学校的游泳池轮到五年级 伊南抱着膝盖说,四个人都觉得遗憾 这么热的天气,天这么蓝,往水里一钻,见起水花,该是多么舒服啊 四个人安静了一会儿,听到馋的叫声,伊南喊了起来 对了,女儿节时不是去过一个池子吗,去那里不就行了 对了,把那么好的地方给忘了 四个人连忙回到家里,拿来装着游泳装的袋子 搭在肩膀上,向着那个池子,炸面圈形状的炸面圈池子出发了 一走进那片有池子的森林,就听到了孩子们的喧闹声和水花声 四个人跑了起来 池子里,挤满了大大小小的孩子,不过没有认识的孩子 执行问一个和自己差不多胖,同样三年级左右的孩子 你们是哪个学校的? 野强威小学的,你是别的学校的? 嗯,是樱花小学的,我们也能游泳吗? 有什么不行,池子又不是谁的东西 胖男孩笑了 于是,沿鼠原野的四人组,在森林里换上了游泳装,下到了池子里 水比学校的游泳池里的要凉 我去岛子啦 能游二十米的明梁,朝着池子中央的岛子游去 一南也游游走走,跟了上去 长在岛上的树的树枝上,爬着两三个孩子 游过去的明梁他们也上了树,骑到了伸到池子上的粗树枝上 从这根树枝上向下看,水流流出来的河的这边,像是变浅了 有片沙滩,叫是叫沙滩,顶多也就两张塌塌米左右宽 小小孩们玩着沙子,互相撩着水 玉子也在那近旁游着,再往那边一点 正好从河口开始,到岛边的海棠树之间 有好几根桩子,桩子上面竖着牌子 牌子上写着,这一带危险,不要靠近 那庄子附近,有四五个六年级左右的孩子 小小孩们一过来,就会给送回到沙滩那边去 执行在哪里呢? 当明梁的头往左边看去的时候,一南叫了起来 哇,太厉害了,橡皮船 明梁慌忙又转头向右边看去 明梁的头往右边一转,就看见从对岸的森林里 走出来一个五年级左右的孩子和一个三年级左右的孩子 两个人抬着一艘闪闪发亮的橡皮船 池子岸边附近的孩子们,呼啦一下子聚集到了小船的周围 全都是小小孩 喂,让我坐坐吧 孩子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说 抬来小船的两个孩子,两手插在腰上 挺着胸脯,把围住小船的孩子们看了一圈 两个人长得很像,像是兄弟俩 三年级左右的那个孩子说 今天,让行雄坐吧 不过,你得鞠个宫,当我们的仆人 孩子们当中的一个连忙低头一下一下地举起宫来 我是荣介大人的仆人 哼,这两个人摆抽架子呢 树枝上的明梁愤怒了 小船被推到了池子里,离了岸 像是哥哥的那个五年级的孩子滑着他,开始前进 很快,这艘闪闪发亮的橡皮船 就从明梁和一南他们的树枝下穿了过去 一南说 啊,我也想要小船 明梁不吱声,看着小船向前滑去 这时,他们在小船的对面看到了直行 直行和那个胖男孩 也就是吓到池子之前问过孝明的那个胖男孩 两个人抓住一根剥了皮的圆木头 把脚打得啪哒啪哒响 圆木头的一头要撞到橡皮船上了 看,妨碍交通了呀 橡皮船上的五年级声嚷道 你们不也妨碍交通了吗 胖男孩还嘴说 等小船滑过去了 那孩子从圆木头上撒开了手 向岛子游去 直行也照他的样子,向岛子游去 两个人游到了岛子 明良和一南从树上下来 朝两个人所在的地方走去 这孩子的名字和你一样 也叫明良哟 直行开心地说 诶,虽然都叫明良 可大不一样呢 对不起,一个是胖子明良 一个是矮子明良 一南吃了一惊 轮流看着两个明良 然后,四个人朝玉子所在的沙滩游去 直行把胖子明良介绍给玉子 请多关照 玉子低下头说 胖子明良开玩笑地问 头一次来炸面圈池子 感想如何 恰好在这时 小船从沙滩前面经过 沙滩上的孩子们不玩了 羡慕地盯着小船 小船仿佛是故意要显示显示时的 慢慢地动着 玉子回答 胖子明良 这个池子里有沙滩 有岛子 有树 比学校的游泳池不知要好多少了 不过只有一件事 就是那艘小船摆臭架子 不好 我要是有了小船 我会让这个池子里 所有的孩子都坐上去的 没有就没有办法了 我求过妈妈给我买艘小船 可妈妈说不行 胖子明良那挺大的身子 缩成了一团 泄奇地说 玉子说 大伙一起买小船不就行了 是的 什么就没有办法了 别泄气 让我们拥有一艘小船吧 矮子明良叫道 赞成 我有储蓄 一男举起了双手 小船的名字就叫 炸面圈尺子的炸面圈号吧 直行说这话时 脸上的表情 好像小船已经到了手似的 第二天 直行和胖子明良爬到了岛子的树上 矮子明良 一男和玉子 正在这边的岸边游泳 拿着橡皮船的容戒和哥哥信戒 从森林里露了出来 胖子明良扯开嗓门叫道 各位 炸面圈池子里的各位 请听我说 正要向橡皮船围过去的孩子们 正在玩着的孩子们 全都吓了一跳 抬头向岛子的树上看去 各位 各位都想要小船吧 胖子明良和直行一口通声地说 想要呀 想啊 一男 矮子明良和玉子嚷了起来 在他们的带动下 别的孩子们也说 想要呀 想要的人请拍手 池子里 池子外 响起了噼噼啪啪的拍手声 那拍手声实在是太大了 想说什么的信戒和容戒 只好又闭上了嘴 想要的人 大家一起出钱去买一艘小船吧 马上回家去看看能拿出多少钱 如果买来小船 起个名字叫炸面圈池子的炸面圈号 大伙轮换着做吧 赞成 买炸面圈号 一男叫道 买炸面圈号 其他的孩子们也叫了起来 他们跑出森林回家去了 信戒在他们的后面喊 当我的仆人的留下 橡皮船要六千元呢 你们买不起的 不留下来 绝对不让你们坐小船 几个已经跑着的人站住了 昨天 当过信戒仆人的行雄 也在玉子前面站住了 说 听哪边的好呢 还用说吗 当然是买炸面圈号了 那样 你就不用第三下四的了 就可以自豪地坐在船上了 嗯 那么 我回家去叫妈妈要钱了 行雄又跑了起来 玉子一男和矮子明良 进森林 把纸贴到了橡树上 纸上这样写着 购买炸面圈号 事务所 单在岛上的两个人 也立刻来到了 这橡树下面的事务所 能收集起来吗 大孩子都留在那里了 我真担心 一男指着 这一带危险 不要靠近的牌子 那里照旧水花飞剑 六年级生 好像一个也没有减少 大孩子的零花钱才多吗 玉子说 胖子明良脸上的表情有点悲哀 那边的六年级生 一人一次都坐过小船了 不用低头鞠躬 都是六年级生了 还让小船那么神气火线的 太不好了 我去跟他们提意见 矮子明良跑了过去 胖子明良也跟在后头追了上去 矮子明良在沙滩上叫道 六年级的人 这里是购买炸面圈号事务所 没有愿意出钱买炸面圈号的人吗 本来是想提意见的 可面对六年级生 只憋出了这么一句话 可是 六年级生谁也不回答他 这回 胖子明良生气地说 六年级的人 谁也不想买炸面圈号吗 于是 一个正在游泳的孩子 朝这边看着教导 三年级的小孩子收钱 怎么能让人信任 那么就准备让容介一直神气火线下去吗 关我们什么事 他又没对我们神气火线 六年级生又油漆涌来了 两个明良没办法了 回到了事务所 过了一会儿 穿着游泳装的男孩子 从森林那头跑了过来 我出二百元买炸面圈号 那个二年级左右的孩子 一边呼吱呼吱地喘着气 一边说 谢谢 玉子把锡当桌子 打开本子 问了男孩子的名字 把名字和金额写到了本子上 两个明良和其他的孩子们 瞅着本子 笑嘻嘻的 要是一个人出二百元 肯定能买得起小船 不过 接着来的行雄 把捏着的手打开的时候 大伙全都失望了 只有两个十元硬币 汗津津地闪着光 行雄不解地问 二十元不行吗 没关系 没关系 因为玉子这么说了 行雄便高兴地朝池子方向跑去了 后来十多个孩子一起来了 先头的女孩子问 大家都交多少 妈妈说了 只能跟大家交的一样多 有人交六百三十七元 有人交二十元 伊南回答 六百三十七元 是伊南储蓄核里的所有的钱 二十元也好 六百三十七元也好 一样能坐小船吗 另外一个男孩子问 嗯 一样呀 什么啊 那么多出钱的人不是亏了吗 是呀 少出钱的核算呀 我就出了十元吧 是呀 少出钱的核算呀 我就出十元吧 孩子们嚷开了 大家如果都只出十元 就买不了小船了 胖子明良说 这时 池子那边传来了喊声 荣介说 只要拘一个宫 就让坐小船 孩子们轰地朝池子那边奔去了 剩下来的 只有岩鼠原野的四人组和胖子明良了 进行得不好啊 伊南叹了口气 矮子明良站起身来 把购买炸面圈号事务所的纸 擦的一下撕了下来 行雄朝这边跑了过来 嗨 收集到多少钱了 肯定可以买炸面圈号了吧 新界说 我们买不起什么炸面圈号 没有的事 是吧 行雄挨个地看着五个人的脸 玉子说 对不起 现在收的钱还买不起呀 行雄一脸的失望 这算不了什么 大哥哥们家把劲 绝对能把炸面圈号弄到手 矮子明良用大哥哥的口吻说 这天回家的路上 直行说 我们要是像一寸法师那么小就好了 那样的话 就能坐在碗一样的船里了 谁家没有碗呢 是啊 这是玉子发出了兴奋的声音 洗衣盆不就能坐了吗 要是拿洗衣盆当船 洗衣盆一进到水里就沉了哟 明良说 你说的那是现在的洗衣盆哟 要是过去的木头洗衣盆 就不会沉了 四个人都觉得在哪里见过木头洗衣盆似的 但是 现在大伙家里的蓝的绿的洗衣盆 都是一放到水里就会沉下去的洗衣盆 一男叫起来 想起来了 我们家杂物间里有一个 是我们家金子出生的时候 乡下的伯伯送来的 说要用真正的洗衣盆给小孩子洗澡 要是放在杂物间的东西 就是不要的东西了吧 把它拿来吧 买也行 直行的眼睛都放光了 不过 洗衣盆好大啊 自行车驼得了吗 怎么把洗衣盆运到池子里来呢 一男单起心来了 第二天 炸面圈池子的孩子们 看见车子在森林里停了下来 吃了一惊 车顶上拖着一个洗衣盆 到了到了 直行一男和胖子明良跑了起来 另外五六个孩子也跑起来 玉子和矮子明良从车里下来 两个人一人抱着一根当讲话的棒子 杨子老师也下来了 把绑在车顶上的洗衣盆卸了下来 再见 车子开走了以后 胖子明良和矮子明良两个人 滚着洗衣盆 直行和一男扛着脚 玉子带头 向池子的岸边走去 什么呀 看呀看呀 要坐那个洗衣盆了 容介在拴在岸上的橡皮船上叫道 周围的孩子们也嘲笑起来 哎呀嘿洗衣盆洗衣盆 胖子明良还击道 比起小船 做洗衣盆要有意思多了 是的 是的 这边也嚷嚷起来了 行雄小声的担心时的说 可是 真的能做吗 你在那里瞧着吧 胖子明良充满了自信的说 一男和直行把洗衣盆放到了池子里 洗衣盆边上开了个洞 系了根粗绳子 直行一拉粗绳子 已经摇摇晃晃的朝池子中央飘去的洗衣盆 又回到了岸边 好了 坐上去吧 胖子明良右手拿着脚 左手抓住岸上的草 左脚轻轻地放进洗衣盆里 按照胖子明良的想法 接着放右脚 然后往洗衣盆里一坐 这本该是没有问题的 可想的和事实完全是两码事 放到盆里的脚 越是使劲往下踩 盆越是使劲往下沉 根本就撑不住 喂 怎么了 怎么了 对岸的荣介他们又嘲笑起来了 矮子明良下决心松开了抓着草的手 可就在这一刹那 洗衣盆咕噜一歪 扑通 猛的一下响起了水声 矮子明良掉到了池子里 呀嘿 洗衣盆 洗衣盆 荣介他们哄笑起来 矮子明良在池子中一站起来 荣介就喊 喂 好不容易想出来的主意也不行呢 什么呀 刚才不过是实验一下坐在上面舒服不舒服 矮子明良满不在乎的说 果真没有钱就没有炸面圈号吗 一个昨天出了二百元的二年级生 懊悔的说 哎 两个明良 执行 伊南和玉子 也都是一脸的懊悔 气死我了 爬树去 矮子明良爬到了树上 接着是伊南 然后 执行让胖子明良推着屁股 也爬到了树上 执行一骑到树枝上 就叫了起来 他 抓住他就行了 执行从树枝上 冬的一下 跳了下来 摔了一个屁股堆 执行一边揉着屁股 一边说 一爬到树上 我就看到了 那 就是上次 我和胖子明良 抓住当救生圈的圆木头啊 把两根圆木头 并排排在一起 再把洗衣盆 牢牢的盯在上面 大发现啊 下来啊 玉子招呼树上的伊南他们 二年级生说 森林里 有唐岛的山树 跳下来的伊南 和那个二年级生 还有玉子一起 去找唐岛的山树了 执行和矮子明良 跳进了池子里 去捞漂浮在池子里的圆木头 胖子明良 领着行雄 去取锯子 锤子等木工工具 一回来 胖子明良就钻进了森林 用锯吱吱吱吱的锯起唐岛的山树来了 可是树干太粗 怎么也锯无端 手掌上马上就磨出了水泡 矮子明良把它换了下来 胖子明良正擦汗 一个大个子站到了两个人的边上 我来锯吧 两个明良吓了一跳 那孩子就是昨天说 荣介他们神器活现 关我们什么事的六年鸡生 那个六年鸡生从矮子明良那里拿过锯 冲着池子喊了起来 喂 来支援炸面圈号吧 牌子那里留两个人就够了 剩下的人全到这边来 锯拢过来的六年鸡生 五年鸡生翻起工具来 这把锯子不行 去拿把大的吧 要大号的钉子 把三号钻子也拿来 还需要粗绳子 两个人就那么穿着游泳衣 骑上自行车跑了 剩下来的六年鸡生们 一眨眼的功夫 就把山树给锯断了 除掉了顶上的树枝 扒光了树皮 为什么来帮我们呢 矮子明良问那个 把大伙叫来的六年鸡生 看你们那么卖力 觉得不来支援炸面圈号 就太难为情了 那孩子回答道 脸有点红了 自行车组回来了 工具到手了的六年鸡生们 一眨眼的功夫 就把山树锯开了 好了 下水一试了 你们里头谁来坐 六年鸡生对胖子明良 和严属原野的四个人说 嗯 让这孩子做吧 矮子明良 极力忍住了自己想做的念头 指着行雄说 行雄兴奋的脸都涨红了 行雄坐到了洗衣盆里 两个六年鸡生 把挂在两根圆木头上的粗绳子 背到肩上 拉了起来 其他的大孩子们 从后面和边上推圆木头 嗨呦 嗨呦 炸面圈号在陆地上动了起来 六年鸡生们肩上 就那么背着粗绳子 进到了尺子里 两根圆木头上的洗衣盆船 仰起了小小的水花 滑进了尺子里 轻轻地浮在了水面上 炸面圈号 万岁 这边那边响起了万岁声 伊南和矮子明良游了过去 骑到了两根圆木头的前头 胖子明良和直行 骑到了圆木头的后头 玉子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竿 站在洗衣盆里 出发 前进 直行叫道 玉子用竹竿朝岸上顶去 炸面圈号猛地动了起来 坐在前面圆木头上的 矮子明良和伊南 划起奖来 炸面圈号在这一带危险 不要靠近的牌子那边 遇到了容介的橡皮船 嘿嘿 那也叫船 那是野蛮人的船呦 容介对坐在船上的 三年级生左右的孩子说 那孩子不理他 反过来行雄说 炸面圈号才出色呢 这船世界上只有一艘吗 不用低头 是大家都能轮流着坐的船啊 矮子明良说 胖子明良和直行齐声说 是我们大伙造的船呀 不是什么卖的船呀 玉子和伊南虽然没有说话 但这艘稍微有点 摇摇晃晃的炸面圈号 却让他们在心底感到满足 一定会在船上的船上 亲唯人的船员